宇斯坡 星光悠悠 中金 賭戰人中金 其實現在最大路 很多間都是中金 另外一件事 我們先去阿斯的螢幕 之後你看到業務 我覺得是近來比較正老的一間 它做甚麼呢 例如主要針對一些藥 它叫做院外醫藥的SARS系統 意思是幫助商家訂藥 在倉儲方面 採購方面 甚至融資方面 即借錢那些 資金鏈 去管理一系列的東西 其實這東西應該不是太差 因為看到它的收入 其實去年也有四成多的增長 去到百四億收入 這也是一種叫做有些規模的 藥方面的SARS股 是的 還有另外一件事 你其實看回 譬如你這隻藥師幫 除了業務正路之外 你看回它的價值方面 其實我覺得不是太 其實都合理 收入增長多高 是的四成多 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用毛利 用毛利去跟市值比較 只是大低 雖然雖然現在未掙錢 但雖然雖然雖然更平 比阿里健康跟京東健康 我有個表 你要說 另外還有一個表 主人是哪裏 沒有 只有這麼多 沒有 口述 如果這樣計算 估值是比阿里健康和京東健康 甚至如果這樣計算 應該是再要比一隻 長期都弱勢那隻21500那隻 這裏其實用毛利去計的估值 應該還要比藥絲邦高一倍也不止 所以其實藥絲邦我覺得合理 還有另一件事都是貨源歸邊 可以去那個表 其實貨源歸邊 只是籌 0.25% 它本身市值多少 譬如說你常限定價84億左右 所以多於100億可以自由去定公開發售 是 其實它是貨源歸邊的 可能集資 公開發售應該只是幾千萬 但是你說的是一隻 可能是一個市值百多億的一隻股 所以就夠歸邊 當然你現在的情況就是市 就是它這類型的虧損 就是這一類型的股 是否仍是受歡迎呢 是 趁最近有少少醫療股反彈 是 因為我寫這個時候 醫療股未反彈 我寫完之後這類型就反彈 是 所以其實它的情況就是 你看到貨源歸邊的錢其實不是很活躍 這類型的 可能譬如說有機會我覺得 其實反過來你少少抽也行 但是你譬如說你可以等它上市之後 你駁去穿價 落回來回穩的時候再買 然後它有機會好似這隻科帝 再拉上去招股價樓上插著 我覺得這隻有這樣的條件 所以其實你就算抽不抽到 起碼你們都備忘了先 可以留意先 好 大家留意一下 這隻也有得考慮 那些數字也整理了給大家看 但是這隻夜巢本身 我這樣看的話 它現在好像都是 都是虧多的 虧家 都仍在虧 虧錢的 是的 你可能虧兩三億左右 我印象中大概是 但是應該抵玩過21500 抵玩很多那隻 以貨源歸邊的程度上 21500都玩壞了 是的 沒錯 那你不如玩新東西吧 是的 大家一定是玩新東西的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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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